哈啰,不羁道 今天要跟大家讲就是 Bord Johnson 他有机会复出 欠英国首相的导座 但是,他未 做首相之前 他就在 这个报纸写东西 是啊,从政之前是 那现在呢,他这段时间 9月到现在,其实 他都很多事情搞,其中一件事 就是去演讲 他跟了他的朋友说 要是去演讲,赚钱 要是重操故业 写作 要是找机会复出 响政坛 星期一,就看他报不报名 参加这个 选举了,其实这一集 我就想说Bord Johnson 他可以做些什么 因为9月完了,现在 四十几天,卓卫斯 就成为当今了 整个英国历史最短暂的 一个首相 但是这个首相 都很厉害了 为什么呢 在他这四十五天里面 做了一件 从来没有人做的事情 就是 去搞这个 伦敦桥倒下的一个 最重要的角状 而呢,他也是在 当日的 角状的 礼儀上面 是代表着英国 当日的首相发言 所以就是巴之币 他就是零食威 四十五天 短命 不过他还有一 一个星期做 去到28日呢 他就新手相交接了 但是呢 我觉得他老板的 一定有的 因为这个金毛斯王呢 是一个 有狂野 狂派的一个政治家 如果继续 復出 就復出 不復出 听说他只是演讲 都很贵的 为什么呢 知道很多内幕 很多大学都想聘去演讲 讲一场演讲 听说 听说是 用几十万英镑去计算的 坚定留呢 我找了一些资料 跟大家尾尾道来 好了 三年前呢 Bron Johnson 领导这个保守党 赢得英国大选 以压倒胜多数 取得三百三十年来最大的胜利 今天呢 他卸下了这个公职了 就是要走了 当日他说的是什么呢 我会重返这个政坛的 所以大家都听到 他的朋友说 他是在找机会 重返政坛 这位首相呢 从小的梦想 是成为世界之王的人 将眼光投向他 接下来的工作呢 有一位作家 这个Andrew Gibson 曾经讲过 他不是那种 翻向下 幼灾柔灾啊 然后画画啊 种下菜那些东西 他是看下 有没有机会 再做其他东西 包括其中一样东西 是写作 Bron Johnson 从政之前呢 因为他读英语的 他在高新的新闻界中是名人 他写过很多东西 而其中一样东西呢 就是在每日电信报呢 他年薪是27.5万英镑 是写什么呢 他写作之外呢 从经最重要的是 是写邮吉尔卷的 是的 出了百本书 是讲邮吉尔 而呢 如果有人计算他 如果他愿意写回忆录的话呢 那本回忆录一定超过一百万英镑的 但是现在还未知 他的回忆可能 还未回忆得完 看着24号先 他离开了唐人街之后呢 其中一样东西 他有一个版权 据说有五十万英镑的 那是呢 他用了七年时间断断续续 写威廉沙士比亚传 这个都是看information的 所以一定要信他 但是这本书已经在2016年慢慢出版了 现在继续写 好了 还有哦 原来他发表了九次演讲 赚了七十一万五 七十一点五万英镑 那你想想 他演讲很厉害的 为什么 作为世界领袖 很多东西都知道 刚刚才 他讲一些不讲一些 很有誓服力的 跟着去到不同的地方 他都有粉丝的 因为始终都会有人 喜欢他这种性格的 好了 喏 大家一定要明白 这些人 一直都想做世界之和 你看看他和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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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就知道 他们是同一种人 特朗普从商 赚了很多钱 觉得这个游戏已经不好玩 他要再上一层流 从政 这个人 肯定写东西很厉害 如果不是 怎么会在报纸上写东西呢 又出 沙士比亚转呢 又写邱吉尔转呢 还有哦 他是邱吉尔的粉丝 大黑粉丝 所以 这个人 不会只是做 做 做写作的 他都没有玩 玩够 在这个 世界之和 这个 美梦里 所以 我保证 告诉你 10月24日 他一定会参加 英国首相的大使 和这个新卫城 莫佩林会自然而退 你相信我 如果不是三分天下 他也是有机会的 邱向迅 我投邱向迅 不羁道投邱向迅 多谢各位